好高啊 随它吧 随它吧 回头已没有办法 我会说话了 原来我的声音这么有此心 跌不下去 你是马 我是杨 于是要帮忙 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于是 于是到我自有介绍了 大家好 一个谐音梗突然飘过去 挺好的 大家好我是周深 我们现在正在 《心愿中国首映》里的后台 竞争交换那好好嘞 惭愧惭愧啊 为什么我这个 就是那我就可以 给你教几句 小羊小瓦 在里面的台词 我开始了 我说话了 我会说话了 原来我的声音这么有词性啊 嗯 就是他 就是他前面是那个 他是一只就普通的小羊 对 他前面还是有点同声的感觉 然后但他最后一句 他为了装生辰 啊 原来我的声音这么有词性啊 哈哈 就这种 原来念台词这么难 不不不 没有那么难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 在哪 我试试 好尴尬 没关系 不要尴尬 我觉得一定不要尴尬 好 我说话了 我会说话了 原来我的声音这么有词性 跌不下去 能 这么有词性 可以 已经很棒了 原来我的声音这么有词性 原来我的声音这么有词性啊 哈哈哈哈 一定要解放天性 防飞自我 第二句是 当心那条毛线是我妈妈身上的毛 她那会儿就特别着急 嗯 因为一个毛线被许愿星给拽走了 这个毛呢 应该就是她妈妈的羊毛做的 然后她当时有点着急的感觉啊 但这句话是有点童真的感觉的 嗯 当心 那条毛线是我妈妈身上的毛 毛 有点可怜 好 对 哎 好难啊 当心 那条毛线是我妈妈身上的毛 可以 你比我更童真 声线比较细一点点嘛 好难啊我发现 还行我觉得还好 我念台词我觉得比唱歌难好多 是因为我觉得 像配音嘛 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他 配一个角色 其实是会有不同的感觉的 对 就可能 你去给小瓦配音 其实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用你的方式去配 它只要是个完整的 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 所以没有必要像我这个样子 谢谢 来 好 这这这这这这句话比较好玩 嗯 当时的情景是 因为他们要 逃难 嗯 有人追杀他们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遇见了 几匹马 嗯 然后这个马 会帮助我们 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所以他当时非常匆忙的 对着马 说了这么一段话啊 就是认真 特别认真 他不是爱装正经 装低沉吗 嗯对 装装成熟 他虽然非常小啊 他说的 你是马 我是羊 浴室要帮忙 拜托了 嗯 你是马 我是羊 浴室要帮忙 拜托了 对 哦 你是马 我是羊 浴室要帮忙 拜托了 哦 浴室 这就你的名字在里面吧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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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狮子王的歌 对对对 我觉得声音很好听唱得蛮好的 没有 他已经获得了我的技能 没有没有 跟您差远了真的 别别别别 那我们试一下两段 第一是你非常非常经典的 好的 其中有一首非常非常经典 另一首希望他能够经典吧 行 对第一首 随他吧 随他吧 回头一没有办法 我觉得你会唱的 好高啊 我我我我 我要我我这样吧 可以 随他 随他 随他吧 随他吧 回头一没有办法 随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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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身不再牵挂 对不起 我这样你 你太高了 不会不会 我觉得可以合作一下 要不我低八度 你按照你那个正常那个 我觉得你 那个高八度唱一个 是 哎 就是你刚刚那个 那那个会议是可以的 随他吧 随随他吧 对 一二二走 走 随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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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一没有办法 随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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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身不再牵挂 你真的音准挺好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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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爱好 平时就很爱唱歌 对对对 我自己很喜欢唱歌 我也会写歌 哦 我喜欢弹吉他那种 我就说因为在手音里的时候觉得 嗯 就是于是老师确实平时会唱歌 我刚才说实话 我唱有点唱唱走了 还好 还好 发挥失误 要不要弥补一下这个失误 哦 这一段我觉得很难 嗯 这段 这段是 这一段就是我们这个影片中的 一段歌曲 对 是一首很热闹 其实我觉得还蛮 蛮温馨的一首歌 是的 对 人生就像一幅画 身体日月的光华 你的胆就藏在我们脚下 I'm a star 人生 人生 人生就像一幅画 身体日月的光华 你的胆就藏在我们脚下 你的胆就藏在我们脚下 I'm a star I'm a star I'm a star 我成功 我成功 交换交换技能成功 所以你的星辰就是我的星辰 太棒了 去往昭哥的路程大概有七八天 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到达昭哥时 我已经很疲惫了 来时送我的随从和家卷 把我送到后都纷纷离开 我第一次感觉到很孤单 我被安排在了一个简易的院子里 每天上私塾 喂马 偶尔和看守我的侍卫做着无聊的游戏 在这里的日子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一个月 和往常一样 又是平常的一天 晚上我吃完饭 准备喂马的时候 突然市委告诉我要搬家 我不紧不慢地收拾好行李 跟着市委来到了新的住处 我见到了新的小伙伴 他们都是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志子 大家来自四面八方 有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也有人和我差不多大了 最先安排在一起见面的 就是东南西北四大伯侯的志子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互相介绍的自己 我和江门焕还有鄂舜 都是差不多一起 我们三个见面的时候聊得很开心 只有北伯侯的志子 崇英彪在一旁不冷不热地看着 我心想 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慢热吧 而且他来的那么早 也算是我们的大哥吧 第二天 一个将军来到我们的住处 给大家开了个会 告诉我们 你们之前的身份是志子 可现在 除了志子这个身份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你们即将成为一名战士 战士 我听见这两个字的时候 兴奋的要跳起来 本以为我要当一个毕马温的 没想到 竟然真的改变了 可是我也能看见其他的伙伴 他们的反应都不太一样了 有的人也是像我一样高兴 有的人表情很平静 也有的人就没那么高兴 我被这个人身上独特的气质 所深深吸引 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谁 晚上吃饭时 我和吕龚旺一起聊天 他是我的下属百夫长之一 他呢 是比我要早来的 因为我刚来 有很多不懂的他都会告诉我 他说今天给我们训话的 就是伤亡的二儿子 殷兽 原来我一直想见到的人 今天终于见他了 我听完之后很激动 仔细回想白天他说话的样子 怨不得我会被这个人吸引 果然不一样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做了个梦 梦见天上有两只大鸟 一只是代表稀奇的凤鸟 一只是秃了毛的大鸟 这两只鸟在打架 我在下面看着可着急了 我不想凤鸟被打架 正在着急的时候 殷兽突然出现了 他在剑囊里果断地拔出了一只剑 一剑就射下了那只秃毛的大鸟 那只鸟好大 吊在地上 地都砸出了个大坑 殷兽走到我面前沉温地对我说 你也可以的 我和你一样 突然 我的梦醒了 我这梦还没做够呢 唉 我就一直在想 他说 我和你一样 什么一样 我一直搞不懂 还没等我睡回忆觉 就有人叫我不记住 那时天还没有完全亮 我们穿衣服 迅速在庭院里集合 我算是动作快 还有一些伙伴比较懒散 慢悠悠地就出来了 可能是还不习惯现在的生活节奏吧 教官大声训斥打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 随着教官的训斥声 攻击也上班 一声鸡鸣 鸣鸣 鸣响了我第一次训练 我们穿上了厚厚的沙衣 这可不是女人穿的薄纱的沙 是往衣服里塞进沙子里给我们家动用的 我们考了大概八里多 有的人坚持不住 被落下的很远 我却一直往前冲 我也很累 嗯 第一次有这么大的运动 但是我告诉了自己 咬一咬牙 马上就能停回去了 那一天 我在第一大部队里完成了训练 回去吃早饭时 大家都无精大采 紧接着都换完衣服 准备去上文化 不光是武艺 其他的技能也不能拉起来 早上跑完步 上午的私塾课 大家都困得不行 只有江文焕 在那瞪着个大眼睛硬撑着 下午依然数毅训练 我的第一天练习竟然是杀生 我们每人面前一只鸡 音寿那天也来 他说想成为战士 这也就是你们的必修课 而且是最基础的 有的人竟然下云过去 我心想 如果上了战场 要是连这个还 我还得尿扣子 唉 其实杀鸡呢 我心里也是有一点点抵出的 毕竟我从来没有杀过杀人 但是 是音寿忘记 指定没有错 我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就把我眼前的这只鸡鸡杀了 还有几个人没有下去选 果不其然 又被发配过去做鸡鸡鸡 音寿说 如果连只鸡都不能上 上了战场 你会信 你会想和这样的人做战友 如果能这种狠劲的力 那你会配做一名战士 我深深地记在了心中 今天那天晚上回去 我腰酸被抗 我想 这才只是早上跑了个步 以后估计会更累 但是为了成为一名战士 这些都不算是 最后一段语音 很遗憾 找不到了 后面发生的故事 就是我们经过了长期的训练 大家成为了 质子旅 这支精锐部队中的一员 质子旅中的每一个人 不仅是兄弟 也是可以生死与共的战友 与子同则 与子同袍 日子在汗水和信念中匆匆流逝 那一天终于来了 到了要上战场的那一天 在离开昭哥的马背上 我握着腰间的玉环 想念家乡的同时 又向往的未来 随着北伐的征程 天气越来越冷 我们互相打气 在远征的路上高歌 脾肩之锐 荡发四方 修我猫歌 脱壁豺郎 逼我奸进 踏壁满黄 鱼子写行 征途漫长 鱼子同则 收益莫丹 你 入过狭秦 入过掖掖 入过ав苁 共同 都会暗瘦 费涌火烧 孤独斑斗 大家都做足了心理建设 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战场 我紧张又期待 紧接着 影片的第一幕开始呢 季州长年之战 我是西伯侯其昌之子即发 大百年庆典即迪士尼电影《新院中国首映》里 在上海迪士尼举办 刘亦菲 于世 张亮颖 周深等人亮相活动 共同见证《新院时刻》的点亮 致敬迪士尼百年造梦传奇 祝你生日快乐迪士尼 红塔仪式之后的首映里亮点不断 米奇和27个迪士尼朋友们的惊喜开场之后 在《新院》中 为亚莎与山羊小瓦配音的刘亦菲和于世一同登台 畅谈了影片的幕后创作趣事 因为木兰当时中文版是我自己配的 然后那个配音老师就说 那你其实可以考虑配个动画片 我觉得很开心那件事我就计价了嘛 也算是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愿 我看完亚莎就觉得他俩其实挺像的 我觉得都特别有认见 他俩都是对于梦想不会放弃的 会一直往前 配音之前我反复看了几遍 然后大概给这个小杨定了一个基调 他年纪非常小 我把他那种低沉的嗓音设计的 就是他喜欢装深沉 然后他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 他可能还会露馅 然后露出他本身一个小杨的声音 周深与张亮颖则用极具感染力的歌喉 为现场观众献唱了迪士尼的动画金曲 首映庆典当晚 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奇幻童话城堡上 还特别呈现了迪士尼动画《百年诞辰》 即兴愿中国首映的主题城堡投影 《奉换投影》与绚丽烟花交相回应 将迪士尼百年来的经典作品依次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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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